新北市首座高放射性核肺料器智廠 宜蘭人文基金会制作 竹春藏门前有小河 后面有山坡 山坡上面乱太多 野火娘成火 若也飘渡风口 高温未现多 露天竹春 辐射诗意 我是任我返河 我是任我返河 有关新北市石门区国内首座 高放射性核肺料器智廠之追踪分析揭露如下 一 天佑台湾 核一干主计划 一切如台电所虚拟之安全保证 一切如原能会核可 则 一 高放射性核肺料器智廠 全国首座 将于新北市石门区核肺料露天堆砌 少则40年 二 用过核燃料 此物为世纪之无解剧毒 强害地球 人类 生物 至无毒化 需10万年 三 荒唐悬址 前有土石溪流 后有陡峭山坡 下有山脚南北活动断层带 距离仅6.9公里 4. 核一干式储存厂建造计划 监管机关 原能会尽得标 原能会与台电公司 俨然共生结构 5. 电脑虚拟之安全分析报告 于设备与设施完工后 匡称足以保障公众之健康及安全 6. 环境辐射 审查权进属原能会 环保署就本案审查权 仅止于环境生态之影响评估 7. 箱体寿命不及40年 NRC警告 304L钢材及焊道26.5公尺 一遭氯离子、硬粒、伽马射线腐蚀 8. 最终气质场选址无着、无技术 无中期集中式安全管理 与永续经营整体规划及执行 2. 违灾台湾 一切不尽如台电所虚拟之安全保证 一切不尽如原能会合可安全程序规范 问 1. 施工前再取出确认 意外事件应变能力认证 辐射环境影响评估实证 冷测试再工审 2. 施工中 反应炉运转中发生强症互相 钟摆撞击或掉入冷却池或电厂全黑 如何应变 3. 完工后露天盲主40年 在地震、台风、雨水、高温潮湿、高盐分下受实损 如何减整再换装 3. 辐射长照 民国107年和一场即将借零厨艺 冷却池中尚存用过燃料棒 5088树及破损的多数不良品 必先外移干煮 冷却池才能拆除 这些燃料将移到何处 有关新北市石门区国内首座 高放射性核废料气质厂 由于合一厂运转执照有效期为40年 其厂内用过核燃料池 湿式储存容量均不足以容纳运转40年 退出之所有核子燃料 因此台电公司规划于厂区内 新建干式储存设施 以满足其运转40年的储存需求 一 天佑台湾 核一干煮计划 一切如台电所虚拟之安全保证 一切如原能会合可 经查 核一厂露天混凝土干式储存设施招标案 竟由上级监管机关 原能会合研所得标承拦本项工程 因此原能会与台电公司 俨然形成共生结构 核一厂的这个干式储存设施 预算表多少 20亿台币 到目前之前大概90%左右 90% 主体的这个计划 是包给谁 核 核 核研所 核研所 核研所是监督机关 然后我们又把核一 核一厂的这个用过的 核子燃料干式储存设施 然后我们又包给核研所来做 那核研所 总共标案大概有多少 拿了多少标案 核研所应该是 核研所 主委 你算不知 你把核研所 你算不知 不是 跟委员报告 我一再的强调 核研所 它不是一个管制单位 核研所是原能会 我知道 我知道 原能会 原能会才是管制監督的单位 核一厂的标案 总共有十亿 是由我们核研所得标 其中啊 包括说 这个先期计划 技术评估 以及啊 这个 这个 初步探讨 等等 从一开始到 这个整个建厂 包括整个这些 相关的这些设施的新建 都是由我们核研所得标 那换句话说 我们原能会 我上次在总资讯 就跟我们主委探讨过 你们根据啊 我们这个提供的 这个核研所所提供的 相关的这个资讯 来作为它干事储存 是不是要准你同意 的一个标准 那当然这个是 球员兼裁判 再查 台电所检据申请设置 送审资料 系委托原能会核研所 及清大核工所 以电脑情境模拟设定预定值 及保证设备 及设施竣工时 足可保障公众之健康 及安全的安全分析 虚拟报告 殊不知 安全分析报告中 并无实验值 与理论值之 对应关系 理论值 亦偏离现实太远 如所公布 主存箱之辐射值 为现场背景 环境值之 五分之一 此完全违反 科学与工程理论 在尚未装填 核燃料之混凝土相提 其背景辐射值 就已达此值之五倍 即使辐射值再低 此值亦不应低于 背景辐射值 核研所在高放射性核废料 最终处置技术 原并无完工案例 专业经验 人才及整体规划能力 未来若发生任何事故 原能会与核研所 应承担之法律责任 亦不明确 应责成行政院 比照一般公共工程 明定工程意外 及保证期限内 承包商应负责任规范 提供足额保证金 或等额意外风险之 责任保证制度 此系不足 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第十七条第二项 保证规范 设备及设施 足以保障公众之健康 及安全 续查 环保署就本案环境生态之影响评估审核时 尽未列入核辐射项目 而将此环境辐射影响评估之审查 及管辖权归属原能会 此系行政机关 未善尽全责区分 违反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范 对环境生态之影响 对环境生态之影响合余相关法令规定 后查 台电公司有关高放射性核废料之最终处置 在缺乏专业技术与经验下 无法提出可供安全管理及永续经营之中期 及中期整体规划与执行能力 又核后端基金遭台电 长期挪戒兴建核四 致使无力归还除益 及核废料最终处置所需经费 选址又无着陆的情况下 一旦干事主存厂开始启用 高放射性核废料势必无处可去 而将长存新北市北海岸 继续核污染山川海域景致 强害全民健康与生存 此又违反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第十七条第四项规范 申请人之技术与管理能力 及财务基础等 足以升任其设施之经营 综上足证 台电公司与原能会 无专业技术与经验 在核废料最终处置无着之下 权宜过度需求 应采集中式中期主存之安全管理 与永续经营之国际趋势 1. 建立能被全民认同的放射性核废料 选址与设施法律程序 2. 筹设专责机构 积极推动放射性核废料管理 并予以授权与资源提供 3. 调高核设施之后端基金提拨率 已被放射性核废料管理与经营所需 4. 致力开发一处 最终深层地质安全处置设施 5. 积极开发过度性之中期集中式 湿式或干式用过核燃料主存设施 6. 完善规划与执行 高放射性核废料之完整性管制 确保安全主存与运输 致使新北市石门区 国内首座高放射性核废料气质厂 终于未然助力 核辐射继续危害全民生存 环境保护 土地正义 后世安全 台湾永续之非核家园 新北市金山居民对于核一场干涉主存计划 在台电为充分与地方民众沟通下 就禁止要从燃料池取出用过高阶核废料 准备用不符合国际安全规格的水泥互相 试营运存放 担心这里恐怕就要成为最终处置厂 102年7月25日 和一场当地居民扶老习幼 来到电厂大门口表达诉求 既转大信 既转大信 既转游会了 既转游会了 既转大信 既转游会了 北海湾不是本寿堂 北海湾不是本寿堂 这冠的呢 这十万年以上的呢 都不用跟我们说 不用政府我们的同意 这样就建议 就要做了 这做了 当时要做 民国八千年 说要跟我们签议啦 也没有签议啦 民国九十一年 十一月二九 民国九十一月二九 要求说 第一点要求说 富有千里亿的时间表 他就说 我们回答十年 民国 十一年十一月二九 刚才 七八公一年 十一年 有签议吗 也没有签议啦 他这次我说 四十几年后啦 我们还没签议 我们台电工会 都一百五十年 全公司在北海湾 批凡的那些乡亲 我们今天要把台电工市 拖的工作就这样 都是公北海湾 骗我们这些 白海湾这些人民 居民高举诉求布条 强调这是一场理性的陈情 认为台电公司 在规划干涉主存计划时 当时还没有发生 日本辅导核灾事故 加上断层研究报告 也还不够完整 后来经过日本核灾 和国际上对干涉主存技术的安全 要求不断的提升 因此认为台电公司 有必要重新检讨 和一场过时的 干涉主存计划的可行性 当初在起的时候 跟我们说 它有一个旗船 谁知道 时间一到 它说 可以再延长 进行的储存槽 底下 现在它要做干涉储存槽 我相信 我们上亲 不可以体谅 不可以了解 不可以明白的事 这个问题 这个疑问 到底谁 可以跟我们正式改革 台湾只有一块而已 台湾的土地 只有一块而已 新北市 如果未来核市场 正式让它运作了 我相信对我们新北市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讽刺 新北市的土地 这多块而已 就面临 即将面临 有三个核电厂 我相信对我们代市来说 是非常大的打击 正值暑假期间 金山居民 在烈日下 也带着家里的小朋友 加入陈情行列 当中更有孕妇站出来 表达对下一代生活环境的隐忧 希望核废料不要让台湾沦亡 我的小孩以后要出生在金山 我不希望等我们都过世之后 这些核废料还留在这边 然后让我可能以后小孩的小孩 某一天就突然被这些干涉储存桶给影响到 对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金山的青年 有要生养下一代的都可以站出来 我们给妈妈一个掌声 金山当地的中学生带着陈情书 向前来关切的明代陈情 希望有决策的政治人物要救救孩子 核一场附近居民的诉求有六大方向 包括核一场是假露天的中期主存 在没有最终存放的计划下 位在金山的核一场 恐怕就要成为露天最终气质场 居民也表示 用过核子燃料 应该要仿照欧洲和日本 采用室内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集中存放 他们也拒绝只采用混泥土的护箱 而要求改采金属护箱 才可以监测到核一场干式主存 高阶核废料的辐射剂量 过去因为曾经发生过高辐射剂量的核废料 掉落到前华溪 因此认为现有的主存厂长指危机四伏 目前核后端基金被台电挪用了近2200亿 台湾人民应该做主要讨回来 金山居民认为 蓝宇的低阶核废料 引起当地导物族人的强烈反对 现在核一场就要存放 伤害台湾人民的高阶核废料 新北市民不想成为下一个 像日本福岛一样的亡国奴 因此呼吁大家要站出来一起发声 二 违在台湾 一切不尽如台电所需你之安全保证 一切不尽如原能会核可安全程序规范 台湾违在旦系 安全细于核一干主工程 成者 国内首座高放射性核废料气质厂 依序第二座 第三座陆续散煮 盲处于台湾南北 不成者 轻则引发严重扩大核污染 重则迁异性意外事故 酿成毁灭性核灾 各位民意机关代表授文者 您还能置身事外吗 是否应该积极进行了解 参与反对台电 于新北市高放射性核废料气质厂 继续坚持企图完工设计 四十年 六十年 百年 永久最终气质 恳请此刻 善尽保护选民与土地的责任 请务必至核一厂申请进入工程施作范围 核岛管制区内 一探究竟便知晓 台湾真的违在旦夕 需要您的关注 且积极参与保乡卫国 反对高放射性核废料气质厂设置 三 辐射长照 民国107年 核一厂即将借零厨艺 冷却池中尚存用过燃料棒5088素 及破损的多数不良品 必先外移干除 冷却池才能拆除 这些燃料将移到何处 若再加上核二厂冷却池存放用过燃料棒 约10789素 核三厂除以时 预计产生的3607素 总计19484素燃料棒 在电厂除以后 若无妥善安具 必将成为长期污染辐射源 永久持续危害大众健康与环境安全 若核污染程度 如日本福岛核电厂 高浓度辐射水渗漏事件 震惊国际 美国医师协会AMA 要求美国政府全面监测海鲜的辐射量 以确保民众健康 韩国也有NGO要求日本水产品禁运 日本福岛核灾后 电厂因燃料棒失控 冷却池所酿辐射水泄漏危害 估计至少得花上40年 耗资新台币3300亿元来解决 目前为止 日本政府在这个礼拜正式的 将日本福岛核能一场 所泄漏出来的辐射水 提升到第三级 调查的结果令人难以意料的 也难以预测 也难以理解 也难以接受的是 东电公司为了省钱 在福岛核能危机之后 他们受到重创的获利率 因此当他们在购买 要储存这些辐射水的 相关器材的时候 他们买的是最廉价的塑胶品 而今年东京附近 在福岛附近气温非常的高 有一度来到了摄氏37度 逼近摄氏40度左右 于是这些劣质的塑胶除燥器 就开始出现了裂缝 这是辐射水再度泄漏的利用 福島第一原子力発電所で タンクから300トン余りの 高濃度の汚染水が漏れた問題について 一名参与東電 废炉工程的合作厂商 向日本每日新闻 爆出惊人内幕 指除水槽 辐射水会外泄 根本不是什么不可抗的意外 而是必然 因为这一个个 由钢铁组合成的除水槽 原本应该要用焊接组装 但东电为了赶工 和压低制作成本 叫承包商用螺丝固定 并在钢圈与钢圈间的接合处 就夹了橡胶垫防漏 怎么可能不出事 对于合一场靠海侧的 反映炉外地下水外漏 东电每隔80公分 就注入一个特殊凝固药剂 同时沿海打下密密麻麻的钢管 造出一圈 深达14公尺的铜墙铁壁 结果呢 辐射污水还是继续流向大海 No-Nuke飞河影音网 收集国内外的即时平面 及影音资讯 提供全国人民 有关核能的即时资讯与知识 欢迎大家上网点阅 并可上网免费注册 订阅宜兰人文电子报 定时提供有关飞河家园报导 这样就给大家推出带了 我们有关 进行